这场大地震 台湾烟酒花莲酒厂也遭殃了 仓库库存30年的绍兴酒瓮回旋很严重 加上各式料理米酒摔地破裂 至少打破了16000打 让酒厂一世之间损失超过了1400万 生产线也被迫暂时停止 目前正在加强向后恢复正常 大量纸箱倾倒 酒瓶全部碎裂 米酒全都洒落地上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清理不完 酒店存放30年的绍兴酒瓮也倒塌碎裂 价子更是碎成木渣 花点强震袭来 花点酒厂也损失惨重 工作人员欲哭无泪 酒瓶采钢装箱准备送出 地震袭来全部清倒 酒意外泄露 整个场区飘出浓浓酒味 若是接触火源就怕酿成危险 酒厂人员赶忙通风清理 毁损大概至少多少瓶 不知道没有是多了太多 太多没有办法算 没有办法算 大概有16000多打的成品 有的倾倒损失 那再加上其他现场 还有泛制品的部分 现在初估算起来 大概损失是1400多万左右 花点酒厂初估光是0.3 特级红标米酒就损失6500打 0.6特级红标纯米酒7200打 0.6红标料理米酒1200打 0.6纯料理米酒1800打 初估损失破千万 而这还仅仅只是能看到的部分 我们的产品很多都是堆叠在一起 里面到底坏掉多少 就是破掉多少 其实可能都还是要精确的盘点之后才会知道 根据了解 酒厂许多酒都是装箱堆叠在一起 里面到底坏掉多少还无法得知 目前初估光是清理时间就要一个星期 对业者来说实在欲哭无泪 记者中文报道